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他出生在江苏南通范氏诗文世家 以山水画和人物画成名于中国画坛 以体育题材的绘画作品文明于西方 他的青绿山水作品《笔墨尘雄》色彩仓秀 继承发扬了青绿山水的辉煌 他坚持身严传统 广收博取 又坚持深入生活施法自然 将南方画派的灵动飘逸潇洒 和北方画派的大气雄浑豪迈融会管同 形成了写生范阳的艺术风格 他就是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范阳 让中国画走向世界 一直是画家范阳的梦想 2024年5月 从北京到巴黎 中法艺术家奥林匹克行中国艺术大展 在法国巴黎荣军院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画家范阳受邀参加了此次画展 并为大展带来国画作品 过去我们在法国也参过展 也去做过写生 但是这次应当说是代表国家的 所以我感到自豪 他们都很有兴趣 他们也看 也跟我们交流 有艺术家 还有一些艺术机构的朋友 还有连法国的文化部长 现任的文化部长都来了 他们对中国的艺术实际上 是很有一种亲近感的 中国画强调意在比先 2024年开春 范阳接到本次中国艺术大展的创作任务后 闭门谢客 用心寻找创作主题 他认为 一幅作品的创作主题 关乎整个作品的成败 需要反复斟酌 我本来是想画一点体育题材的作品 但是这次我想到的 我们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这个陆平头是为 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的 它的主题应该说是来自于 在一个清律山水的场景下吧 整个展现的是一种和平祥和的景象 其中也隐含着奥运的口号吧 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 那么我这个主题呢 就是比较贴近更团结的这种精神指向 曾以思维敏捷 下笔神速文明于画坛的范洋 此次对于创作却甚至诱甚 他最终决定 以擅长的清律山水技法来创作 清律山水画 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 曾一度辉煌 名作叠出 现在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千里江山图 就是北宋著名画家王熙梦传世之作 清律山水是以石氢 石氯等矿物质 为主要颜料的山水画 画家在用色时层层加厚 达到一种明快 强烈 厚重的效果 很多朋友们创作清律山水的时候 都是画得很清亮 其实我也画了好几稿 后来我就试了又试 我用的清律是墨与青色绿色的一种交融 我尽量追求画面的一种凝重 一种沉厚感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美学里提到的 叫沉雄 我觉得一定要沉索 一定要浑厚 在创作陆明图时 范阳尤其注重色墨交融的效果 作画时 他用笔随性洒脱 一遍遍一层层 不厌其烦的寂寞激色 使画面逐渐厚重沉着起来 我画了一些茂密的松树 也说明了自然界松树的一种生命力 另外也体现了中法两国人民 有余 如松柏长青这样的一种寓意 画面上我有一个高士 他还带着一个童子 小鹿大鹿 我觉得很好他们互相呼应 背后又是有高山流水 我觉得绿水青山之间 有着人与自然的交流 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流 一派祥和景象 范阳用中国传统的 青绿山水技法创作的陆明图 让西方艺术爱好者眼前一亮 但更为西方人熟知的 还是范阳创作的 一系列展现世界体育健而 拼搏的画作 这些作品 曾于2017年 闪耀瑞什洛桑 奥林匹克博物馆 那么 作为一名中国画画家 范阳为何对于体育题材的作品 如此痴迷 他用中国传统笔墨 创作现代体育题材的画作时 又遭遇过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1955年1月 范阳在香港出生 两岁左右时 他随家人 签回祖籍江苏南通生活 范阳的家族南通范氏 是当地的著名诗文史家 他从小感受长辈的文化熏陶 但同时 也展现出对体育的痴迷 我又有一点 喜欢运动的一个天生的特质 我经常想 可能是跟我 我的母亲这一只 是蒙古族的 喜欢运动的 所以我小时候 翻跟头翻得特别好 我们现在叫体操 我们一到操场上去锻炼 那个业语体操的教练来了 每次都指着说 这一群小孩里 这个小孩 他要我 后来我家里人呢 说你就不许练体操吧 但是呢 我这种天性还在 范阳没能成为一名运动员 却继承家族的文化基因 开启了另一种人生 1977年恢复高考 范阳幸运的 北南京师范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录取 毕业后 他留校任教 在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 以一幅公笔画作之前 在画坛展露头角 这幅作品展现了在淮海战役中 军民团结一心的革命精神 2005年10月 范阳继续追寻艺术梦想 来到中国画研究院 也就是如今的中国国家画院 挑起了山水画研究室主任的重任 初来北京 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南北画家 在写生习惯上各不相同 我们过去在南京的时候 傅宝石先生为领袖的 新金灵画饭也写生 但是傅宝石先生 他们都是用铅笔 大部分用画个稿子 回来创作的 到了北京以后 这是李和然先生的 一个教育教学系统 大家都是拿着画板 拿着水墨 当场对境写生的 所以我也就很快地融入了 这一种学习写生和创作的氛围 我们就对境写生 放笔直取 这样的话 创作的作品 一定是新鲜的活泼泼的 这就是我写生泛洋的 一个创作理念 从2005年来到北京之后 在春秋两季 范洋经常会带着学生 外出写生 外界虽然纷扰 但对他毫无干扰 他会铺开宣纸 气定神闲 一旦落寞 便是逼走龙蛇 率以奔放 蜿蜒跳动的线条 浓淡相宜的墨色 渐渐显现出 浑厚滑滋的山水风貌 这样的山水 是鲜活的 洋溢着蓬勃的生命气息 大自然给予了 泛洋无限的创作灵感 烟雨凤凰城 丝绸之路 赶车的人等许多代表作 都是他在野外 对井写生完成 然而 从2008年开始 泛洋忽然比风一转 开始关注现实题材 近日中国在航天领域 又传出一个重大喜讯 具有环球时光 进入泛洋视野的 有火箭发射的大事 也有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皆可入画 他将这种画作的形式 称之为世事会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给这些整体的世事会 起了个名字 卢氏我闻 这个卢氏我闻 就是我所见到的 我所听到的 我所看见的 就像这样一样 十多年来 我画的真的有 两千张作品 我出了六本集字 表现了一个艺术家 关注当代 关注周围的生活 每天早上 范洋会泡上一杯清茶 翻开报纸 发现有趣的新闻 会随手在宣纸上画下来 他画了 嫦娥三号成功落月 虽说是画在 巴掌大的纸上 但画出了气氛 也画了 征月设系 画的是 活跃在乡间的戏班子 在范洋的 世事会作品中 有很大一部分 是体育题材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 也有相关题材的 传世之作 但画中人物 都是宽袍大秀 那么如何用传统笔墨 展现身穿 短衣短袖 英姿飒爽的运动员 在赛场上 精彩的瞬间呢 举个例吧 我画那个体操运动员 我就知道 这个体操运动员 脚趾要分直的 那么在吊环 在鞍马 或者在这个双杠上 他动作就更加地漂亮 那么热爱一会儿 就掌握这个 基本功 然后又能够知道 他这个动作的美姿所在 那你就能表达出来 2017年 范洋应邀带着一大批 体育题材作品 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 举办了 《丽与美》 范洋体育美术作品展览 成为第一个在那里举办个人展览的中国画家 当时在这个展场里挂着两面棋子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一个奥林匹克的棋子 我当时觉得很骄傲 我没有做成运动员 没有在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 但是我在奥林匹克的展场上 在这样的平台上 有五星红旗在我的展会上展示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高兴 我跟运动员一样 感到自豪和骄傲 2019年 为了表彰范洋用国画宣传体育精神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 亲自为他颁发了顾拜旦奖章 范洋在荣获顾拜旦奖章之后 继续用中国笔墨记录和定格 体育盛会的精彩时刻 在东京奥运会上 范洋用16天时间画出了70多幅作品 记录中国健儿夺得金牌的精彩瞬间 北京冬奥会期间 范洋又用70幅作品 记录了中国奥运健儿 激情竹梦奋勇夺金的巅峰时刻 我还常常画过朱一鸣吗 朱一鸣我画的他这是夺金的时刻 我画了五大金充现的那一刻 在冬奥会上夺冠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我说我把这张画送到这个 五大金手上 这个他说走心了走心了 就是运动员看了以后也很高兴 范洋以画为美 用艺术架起中法友谊的桥梁 增进了两国人民文化与友谊交往 在从北京到巴黎 中法艺术家奥林匹克行 中国艺术大展结束之后 范洋赠送给了法国一家体育机构 一幅国画作品《唐人打马球》 唐人打马球 画得很有意思 四匹马四个人 我的形象啊 我的元素啊 都是真正从唐代的唐雍啊 唐代绘画唐背画里面 汲取的养料 应该说打马球在当时是一个 非常流行的运动 有点像现在的这个 马术家曲棍球 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 大家都很热衷于这项运动 我画的这个 我也是把它带到法国去 让他们看到 我们对体育一直有着热爱 画家范洋参照唐人手法 描绘了赛场上红绿两队人马 追逐基球的精彩瞬间 马肥体健竞争激烈 在范洋看来 中国的马球 促居 与西方的足球比赛形式 虽然不同 但是对于拼搏团结的体育精神 是一致的相通的 国资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那么艺术之间的交流 就是民相亲心相通的一种最好的交流方式 我们在一起 在一个展会上 共同举杯拿着香杯 看着艺术 谈着文化 拉近了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 拉近了中法两国人民朋友之间的一种 心心相依 2024年 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六十年一个假子 画家范洋 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那就是艺术家 要更好地为两国的艺术交流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每每一共和而不同 那么我们中国的艺术 有中国的美 法国的传统艺术 有法国的美 每每一共 大家互相欣赏 那么我们又不是 一模一样的艺术样式 这样更能使大家互相欣赏 互相提高 2024的巴迪奥运会 来了 我们作为艺术家来说 我更要关注我 我要积极地投入 你自己的画面 创造更加优秀的作品